台铁一辆从台北开往台东的普悠马号列车 昨天上午8点半 在行经花莲寿风乡和平断时 撞上了正在跨越铁轨的四肢黄牛 四肢黄牛当场死亡 普悠马号列车的车头也毁损 索性没有人员受伤 而整起意外也影响了花东县铁路 两个列次自强号列车 这也是普悠马号列车 首度发生撞到牛只的事故 来到火车撞死牛的现场 普悠马号列车因为没有安全顾虑 已经离开前往台东 现场剩下四肢大黄牛 已经死亡躺在铁路旁 其中一只还怀孕 透过当时乘客所拍下的照片 更是血肉模糊 不难想象火车撞击的刹那 力道有多大 已经减速了 撞到就是没办法停下来 撞击会上去打 那个撞击声真的很大 这起火车撞死牛的意外 是发生在四号上午八点半 一辆编号四零二次 从台北开往台东的普悠马号列车 在行进花莲收封箱平和路段时 铁轨上竟然有四肢大黄牛 火车司机员紧急刹车 但还是撞击上牛群 现场牛只全部死亡 也影响了两个列次的自强号列车 他在现场停了二十九分 经过处理之后 那继续开往台东 那大概有影响到 北上的一个四零七次自强号 那大概影响两个列次 大概是五十六分的时间 台铁表示 这还是普悠马号列车 第一次撞击到牛只的意外事件 提醒民众火车电气化后 声音小速度快 千万别在铁轨附近 饲养家处 要是造成危险 依法可追溯刑责 和相关赔偿 记得我们家凯 花联报导